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问题 我们现在也做一个survey 大家认为我去帮政党站台 应不应该做直播 应该的按一 不应该的按二 现在我没有看留言 所以大家踊跃投票 8100位独有 你认为我站台的时候 要不要做直播按一 不要做直播的按二 我们看有多少独有投票 那现在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讲题 也是重点讲题 就是彭亨行动党选战布局的分析 当然第一个要讲的就是文东 文东换人了 文东 廖宗来代表马华上阵 然后行动党的黄德 之前绿色组织的主席 他2013年代表行动党上阵输300多票 显西败于廖宗来 但是2018年他学耻 赢于廖宗来2000多票 但是这一届 他被撤换了 然后他撤换之后 他高调说我会以独立人士上阵 然后他还讲 要不要开除我 交给党决定 其实你上阵 肯定会开除你 200% 不需要问的 你没有这个特权 如果黄德有这个特权 你就不会被撤换了 所以你独立上阵一定会被开除 所以黄德最后会不会独立上阵 现在还不确定 所以我一直说没有到提名 其实有很多变数的 因为政治一天都嫌太长 各种各样的变数都在 所以我们现在谈一下 为什么文东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 首先有两点要给大家知道的 第一 其实文东 有三点不是两点 有三点要给大家知道的 就是第一 其实文东 不是在野党的传统华人选区 他是执政党 他是国政的传统华人选区 他每一届都有马华来上 但那里其实是 马来人占多数的选区 最大的族群是马来人 所以在野党 西蒙之前的明年 或者是在之前 还没有成立明年的时候 他们其实并不是传统派华人来打的 1999年公正党刚成立的时候 他是派一个马来人去打文东的 由公正党来上阵 2004年交给行动党上阵 但行动党也没有派华人 他派的也是马来人 也是马来同胞 2008年交回给公正党打 公正党派印度人 然后2013年又交回给行动党 才到黄德 一位华人代表在野党来打 然后黄德输 2018年才赢 所以这是第一个情况 这个不是在野党的传统华人选区 大家必须要知道 我相信很多读友不知道 第二个我要给大家知道科普的讯息 就是在2018年 其实火箭在文东下面三个州议席 叫格达利 吉达利 比鲁 还有沙拜 三个州议席 全部都是行动党上 然后行动党这三个州议席是胜的 所以在文东 一国三州 火箭全胜 那这三州赢下来的票是多少 格达利赢3700多票 我没记错的话 比鲁 比鲁 赢3700多 格达利好像赢3600多 然后沙拜赢700票 加起来差不多接近8000票 所以按照这样子的情况 因为如果我是支持火箭的 我去投票 我投火箭 一定国投火箭 州投火箭 现在很少像之前讲 国投反对党 州投执政党 没有了 因为州跟国都可以换政府 自从槟城换政府 斯朗莫换政府 霹雳换政府之后 大家都知道 州并不是国政一定赢的 然后我们国 为什么之前华人 尤其是行动党会一直鼓吹 国投反对党 州投执政党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国我们要监督国家施政 要有反对党在里面 但是这个论述已经不能成立了 所以我相信大家去投票 国州是一样投的 你支持明星党 你国州都投明星党 除非分开选 像沙巴现在分开选 就另外讲 如果你在槟城 你投火箭了 你一定国州都投火箭 你不可能国投火箭 或者是州投火箭 然后国投马华 不可能 但是这样子不可能的情况 在文东发生 刚才我讲 三个州议席加起来 差不多8000票 火箭赢 那我问大家 黄德在国会选区赢多少票 赢料中来 2018年 2030多票 少了6000票 6000票 一点也开玩笑不得 是很大的票数 那这6000票 为什么没有出来投票 不是没有出来投票 有出来投票 但是他们没有投给辽宗 没有投给黄德 反而投给辽宗 这点大家思考 底下我才给你答案 第三 同样的情况 也发生在2013年 不止2018年 有这样子的情况 2018年也发生 2013年也发生 2013年同样的 三个州都赢 你看到吗 多么调诡的情况 在文东下面的三个州 行动党赢到完 但是国会选区输掉 输300多票 然后你知道 这三个州选区 加起来是赢多少票吗 他们总数赢多少票 赢5000票 所以你看 还是一样的情况 黄德拿不到 这些投给州的 他们国投给辽宗来 当然很多人 这三个facts 这个是事实 我分享给大家了 大家就要思考 这个事实所带来的意义 当然很多人会讲 不一样吗 红律师 国是辽宗来上 辽宗来是部长 是马华总会长 所以他可以吸票 所以黄德 州他们投火箭 然后国投马华是对的 但是你这样子的想法是错误的 因为我大家都知道 2013 2018 我都有帮火箭 都有帮公正党站台 所以当时他们各种各样的 沙罗兰的资料都有发给我 这一届我相信也会很多人发给我 各种各样的资料有发给我 其实黄德的票 他少了这6000票 在2018年 包括2013年 他少了这5000票 这些票并不是华人的沙罗兰丢的 华人对火箭的支持是很稳定的 90% 95%是很稳定给火箭的 那丢票的地方在哪里 丢票的地方是在Felda Felda的票箱开出来 像周宇辉 他本来是吉达里的州议员 在2013年 他在几个Felda是赢的 但黄德在那边却是惨输 原因是什么 黄德没有去耕耘 没有去走 没有去跑这些选区 马来同胞 他要看到你 要看到你有做事 你要帮他们有一个情谊在 他才会投票给你 他比较不像华人 华人是 我为了大格局 我为了改变国家 你可能这个人比较不行 不会做事 我也照样投给你 没有 马来人是讲究乡土情谊的 还记得我讲安华转战达门 Dambun的时候 其实2013年一样的情况 安华讲要去 但Last Minute 理由就是 马来人注重乡土情谊 所以我不可以随便 转换选区 我转换选区 佩拉的人不会支持我 然后我 Bermadam Bawo的人会失望 我的支持者会失望 所以当时他留守Bermadam Bawo 所以马来同胞真的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黄德没有去走基层 大家可以去verify我讲的 我相信很多行动党的朋友在 可以去verify 是不是真的 Felda的票 马来人的票 有些有给行动党 在2018年 2013年的时候 但是没有给到黄德 所以这侧面印证什么 侧面印证黄德经营选区不散 所以之前我在Melody的时候 我忘记在我自己的直播有没有讲 但是在新生活报有讲 在Melody有讲 我就已经说 黄德是不太可能这些选区再上文东 因为他上文东 死定黄德的口碑确实不好 服务口碑 在文东的服务口碑确实不好 辽宗来上阵 我之前就讲了 辽宗来回来 辽宗来是服务很好的人 因为他是总会长 因为他是部长 他有很多资源 他可以请很多助理 然后他又在那边这么多年了 他在那边20年 中选世界 而且他在中选之前 他是林亚里 又是文东之前 国会议员的政治秘书 所以他在那边 2030年的时间了 所以他的服务很好 你黄德跟他比一下 本来没有这么明显的劣势 都变得非常的明显 所以我之前讲 如果黄德在上文东 百分之百 辽宗来的辽宗之物 所以文东一定要换人 你换人 你可能也赢不了辽宗来 但是你有一拼之力 这个就是为什么 这个就是为什么 会上用Shefura的原因 其实我是蛮赞同 他们这个策略的 他派出一个骑兵 奇怪的骑兵 派出一个骑兵 去打料宗来 因为如果你用正规的方式 去打 你很难打赢料宗来 你的服务不够他好 你的地位不够他高 你不够他资深 除非你叫林冠英来 除非你叫林吉祥来 对不对 不然你怎样够他资深 你怎样够他高地位 林吉祥林冠英 不可能去这个地方 我希望他们能去 但他们不可能去 所以是输定的 那你派用Shefura 用Shefura是 虽然学历不高 虽然不是专业人士 但是他是一位 服务很好的议员 而且他很勤于走 马来乡村 这点大家也可以去 文东问一下 不要相信我讲的 我有收到我的消息 我也有很多独有跟我讲 所以他其实就是 想要用来 殉职兵法 有一句话 叫以其胜 以正合 当你其实打仗 你要胜 你都是要骑兵的 如果你用正规的方式打 你只能稳守 只能合罢了 尤其在这样 劣势的地方 如果你用正规的方式打 基本上你就输了 所以你要出骑兵 Yong Shafura 就是这个骑兵 他有服务 他形象好 他长得漂亮 他又年轻 然后他又有服务选区 然后他又是 行动党 唯一票选的 马来人中尉 你有什么理由 不给他上呢 所以他是一个骑兵 寄望 可以靠这个骑兵 来打下廖宗来 所以我完全同意这个排阵 完全没有错 而且我直接跟大家讲 可惜的不是黄德 我不知道黄德 为什么这么生气 有一点自知之明 你就不会这么生气 老实讲 你去问一下 今天刚刚直播之前 我看 马来西亚基尼 看到陆兆福 出民调来打脸 说行动党 做一个民调 有50多巴仙的人 不满意黄德 这就是印证 我之前讲的 对不对 我说黄德没有服务 他的口碑不好 你看我不是乱讲 现在 陆兆福 自己新闻放出来了 所以 其实不能上阵 可惜的 不是黄德 而是谁 我跟你说 可惜的是李正贤 他是Birut的州议员 他是行动党的中委 虽然不是票选 是被委任的 但是他是彭亨州 反对党 彭亨州议会 反对党的领袖 他也是行动党的州秘书 我之前跟你讲 行动党是 社会主义政党 秘书其实是最重要的职位 是最掌控党的一个职位 而且李正贤的资历 也比 用Shefura升 两届州议员 所以其实 而且 李正贤跟用Shefura一样 都是文东下面的州议员 然后都有一直在服务 所以李正贤 其实如果讲正常情况 像我刚才讲 乙政和 如果是正常的情况 这个席位 应该交由李正贤来打的 但是李正贤来打 他对比廖宗来的优势 就不明显 像我说 你用正规方式 你打不赢廖宗来 所以行动党考量了之后 就要用骑兵的方式 来放上用Shefura 所以这是行动党的考量 但是我跟你说 最可惜的是李正贤 李正贤其实是更有资格 来升任这个席位的 但是李正贤也很steady 我是最有资格的人 你们选派另一个人 你看他没有吵 没有闹 然后马上就团结 帮用Shefura来助选 我告诉你 在确定用Shefura上阵之后 当天 YB李正贤就有message message什么我不讲 就有message 他在帮用Shefura来筹集资源 来帮他打这场艰难的战争 所以这个就是我一直说的 你要参政 你要加入政党 你就必须把党义置于自己 高于一切 这个是西敏市制度 马来西亚制度的根本 党义是大过个人的意愿的 你不能让个人意愿来凌驾党义 像黄德就是只顾自己 不顾党 像李正贤这样 我们要给他拍张 除非你不要入党 像我 我是不能的 我有一说一的 你进去 你这个决定不对 我就直接瞄你了 我不会违背我自己的意愿 来奉承你的党 所以我一直说 我不适合参政 但是你加入政党 你就要尊重党 没有一个席位 是你家传的 所以李正贤很steady 这点我要给他一个credit 真的 我有见过他一两次 但是老实讲不熟 但是他在这件事情上 做得很美 其实他是最有资格上阵的 打这个席位的 他比用Shefura资深 然后他又是霹雳州 州议会的领袖 州议会的 我们叫什么 像安华叫什么了 反对党 忘记名字了 反正是州议会领袖就对了 反对党州议会领袖 然后他又是州秘书 所以应该为李正行感到可惜 黄德没有什么好可惜的 他做一届州议员已经战了 但是这边我要帮黄德讲一句话 我之前也讲过的这个课题 我们有一说一的 黄德口碑不好 我们说他口碑不好 但是有一个东西 很多人拿来笑他 很多人拿来酸他 很多人拿来抨击他 说这么敞还没有烧 我买一桶汽油给你 黄德讲到要做到 你这样抨击黄德是不对的 因为黄德当天他说出烧场论之后 不久几天后还是一天后 我忘记了 大家自己去找新闻 但是肯定是在不久之后 他就讲 我收回我这个烧场言论 这个言论是不对的 我知错 我不应该用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要用政治的方式 来解决这个政治问题 大家可以找回新闻 所以他早就已经回收过 他讲的这句话 而且还为这句话道歉了 但几年后你还用这句话来攻击他 你就是为了攻击而攻击 不要做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你看我不会拿这件事情来讲黄德 我们有意说意 讲完文东 当然不能不谈 就是劳务猫山王故乡 马来西亚好像有一个数据 60%还是70%的猫山王 是从劳务出来的 其实文东派随上阵 牵一发动全身 因为彭亨州火箭只有两个国会议席 一个就是文东 一个是拉伍 上一届他们竞选三个席位 还有一个是Cameron Highlands 但是输了 是在西马 为二输掉的席位 上一届选举 行动党在西马 国会只输两个 一个是艾丹 一个是Cameron Highlands 所以行动党是巅峰中的巅峰 当然他们在东马 有输了几个席位 但是在西马 他只输了两个席位 所以他们Cameron Highlands 输了 剩下两个席位 就是拉伍跟文东 他在彭亨贡献了 两个国会议席 非常重要 但文东 拉伍的国会议员是谁 就是登顾 朱普利 我之前有讲过的 行动党的副秘书长 当然他也是委任的 他不是票选的 因为唯一票选的中委 是Yong Shekura 所以他没有进入票选中委 但是后来陆兆福委任他 做委任中委 然后给他 副秘书长的位置 那他其实在2018年 攻下这个席位 拿到了两万票 赢下这个席位 那现在 你看啊 2018年的时候 拉伍是马来同胞上阵 文东是华人上阵 那现在文东换成马来同胞上阵 你说还有可能 放马来人上阵吗 不可能 这样子 文东 拉伍的华裔选民 他们投票意愿会大幅度向低 可以胜的席位你全部给马来人 这样子你不是 你还是会捍卫我们的政党吗 你为了爱马来人 连席位都杜朗出去 太难看了 所以当文东派了马来同胞之后 拉伍必然会派一个华人同胞 而且这个决定也是正确的 我完全是正确的 我跟陆兆福也有交流一些这些选民的东西 当然我没有去见他 不会去跟他拍照 我不会主动跟政治人物拍照的 我之前就讲过 我见过陆兆福 但我没有跟他的拍照过 除非是对方说要拍 这样子我才会拍 我跟独有我就会主动拍照 尤其是美女独有 所以拉伍的情况 肯定会派华人上 这是第一点 因为文东已经派了马来人 还有第二点更重要的是 登顾朱普利在拉伍 猫山王青山的事件之上 没有什么动作 而且在拉伍其实谣言满天飞 说登顾他也是皇室成员之一 当然现在登顾好像闹上一点事情 他有骂彭亨州的皇室 然后给人举报 但是他是皇室成员 所以当那个猫山王青山事件 涉及皇室的时候 很多人把矛头对向他 而且他没有 真的没有 没有去帮这些拉伍的村民 大家可能觉得没有关系 没有帮就没有帮 反正这些村民 他们确实是山地 我之前讲过 但是你要知道 拉伍的华人 六七十八仙 他们的经济 他们从事的生意 都跟猫山王有关 中猫山王 除了中猫山王之外 有加工猫山王 把猫山王变成 ice cream 变成糖果 变成蛋糕等等 还有什么 出口冷冻 这些都要 都是一个经济圈 所以 拉伍的华人经济圈 很大部分依赖猫山王 所以他们在这件事情之上 对登顾朱普利是很不满的 然后第三点 更重要的一点 你看一下2018年的神据 登顾朱普利赢下 他拿了多少票 两万票 两万票里面 你知道 从 他底下有三个州选区吗 三个州选区 只有一个是行动党赢下来的 就是现在的国会 候选人 行动党的国会候选人 周宇辉在的 Trust 另外两个 我忘记什么名字的 都是马来同胞为主 都输掉 所以三个州选区只赢一个 不像文东 三个赢到完 拉伍只赢一个 但是 你知道周宇辉在2018年 在Trust 拿了多少选票吗 一万五千九百多张 然后刚才我说 登顾朱普利 国会三个州选区的票 加起来拿多少张 两万张 所以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登顾朱普利 他的票全部都是Trust来的 八十八千是Trust来的 另外两个州议席 只贡献了两千票 两千票 大家可以看回去 2018年的周选成绩 这两个州议席 西蒙在那边的候选人 只都拿了两千票而已 两个选区都是两千出票 所以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票全部是Trust那边来的 那现在Trust是有六十多巴仙 六十五巴仙华人的选区 然后刚才我讲到 猫山王的课题 所以登顾朱普利 如果在上阵这个选区 输是很可能的事情 所以最适合的人选 就是周宇辉 因为周宇辉 他为猫山王出了很多力 之前我们也有跟他直播 我觉得他 其实他有一点值 他是我的学长 我有看过直播 他就是为了 跟这些村民站在一起 耗费多大的努力 耗费多大的时间 包括爪怡文的事件 彭恒舟的招牌 全部要放爪怡文 他去把政府告上法庭 结果自己行动党的议员骂他 所以他就是这样子 他不管政治前途 他觉得对的事情就去做 所以他在里面一直是非主流派 但是在Rawup 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还好行动党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宣布他来上阵 你可以稳住Trust那一万六千票的华人票 那马来票 你只要尽量拿维持之前的两千票 其实两千票很少 你看中选的是拿到六七千票 五六千票 八千票 他就可以继续中选 所以行动党在Rawup 在奔东 其实都做出了最好的抉择 最好的判断 让这个非主流派的周宇辉 也可以上阵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情况 我全面分析给大家 你看我的分析是有数据 有理据 有理由 清清楚楚的讲解给大家 所以看行动党能不能守下这两个席位 其实我希望他们可以守下来了 我之前有大概算了一下 有十二个席位 行动党是危险的 其中两个就是文东跟Rawup 看行动党能不能守下来了 好 这个彭亨州行动党选战布局 我就讲到这里 时间不够了 当然还有金马伦 还有Lipis 还没有讲 但是这两个不重要了 上一届没有赢 金马伦 这次也派了一个新人出来选 有机会再讲一讲 有独有说是歌手宇恒的弟弟 对 周宇辉就是周宇恒的弟弟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我们先喝口酒吧 酒千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